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拖到现在才介绍他 其实是因为他在我心中一直站着很重要的位置 毕竟他是主角啊 记得小浪漫把我拉进他们四人的群组时 最热烈欢迎我的就是东尼 他就像个大哥哥 大领和照顾者底下的这群人 东尼常常提供各种装备和物资给大家 F4的其他人有时候都会调侃他 说网绒公司的柱子其中一根就是他站住的 他平常感觉很忙碌 但是却非常喜欢金庸群侠传这款游戏 尤其喜欢比武 每天晚上当他忙完一定会上线玩一下 陪他打一圈迷门 或是叫我陪他一起研究比武走位 就连充上古武器 也会叫我陪他一起到总坛 看看有没有加持的效果 要知道经典版的上古武器 可是比至尊版还要更难充呢 要是冲过了他就会像个孩子一样开心 说果然有我在运气就会很好 要是报了也会无奈的说等下次再来试试手气 他是像风一样的男子 白天常常出现一下又消失 他总是叫我温妮妹妹 一有时间就打电话给我 跟我说很多他对游戏的建议或想法 东尼不太讲自己的失事 所以还蛮神秘的 但是记得有一个下午 他一边开车一边跟我传信息 跟我说他在听小虎队的歌 一股怀念小时候的感觉涌上心头 心情突然变得很好 他说平常跟他相处的员工妹妹 年纪都太小了 没有办法跟他一起体会这种小时候的老哥 于是他就录了好几段影片给我看 看着他拍着他的方向盘 阳光从前面的挡风玻璃透进来 旁边传出他播放的那些歌 我也能感受到他的快乐 这大概是我很难得 可以接触到他真实生活的一次 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东尼是南部人 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见过面 他对比武非常的热衷 每一次在输给一哥他们以后 他都会耿耿于怀 虽然我们跟一哥是同一个组织的 但是他还是希望有一天可以赢过他 所以常常找我去陪他切磋练习 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像一哥那样 速度非常的深出鬼没 于是呢有一次在门派比武的时候 他就跑去一哥打比武的网咖 去跟他们学习 那次卖脸吃饭也有趣 我一直跟卖脸说 帮我偷拍东尼 但是卖脸没有完成我给他的任务 可能东尼不让他拍 他只是跟我说 东尼看起来就是 斯斯文文的帅哥 曾经在某一年的过年前 我们约好在台北车站唱歌 天马也特地从台中上来 本来以为我终于可以见到他了 没想到他在约定的前几天 又说临时有事不能来 就这样我们一直都没有见过面 从经典版到免费版 忙碌的他上来玩的时间越来越少 后来我们就没有什么联络了 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 底下的员工妹妹还乖吗 希望一切都很好 有机会在LINE滑到我的时候 还是可以跟我打声招呼哦 想继续听我说金庸故事 或是看我直播金庸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就下集见啰 掰掰